5月13日下午 全台灣的手機都突然發作 警告新大電廠因為發生事故全部停機 所以緊急輪流停電 全台灣包括台北市許多地方 都傳出停電災情 紅綠燈也停止運作 而停電事故發生之後 許多人都跳出來澄清不是缺電 但是事情有這麼簡單嗎 接收最新的時事議題 探討新聞背後的真相 請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台鐵在5月13日下午 無預警搞的全台灣暗迷摸 而事後 先前剛鬧完同區風波的立委王定宇 卻在台電都還沒開記者會 就身心士足的做突發文 強調這次的停電不是因為缺電 隨後同黨的立委洪生漢也跟進 認同停電原因不是缺電的說法 還有之前剛挺過罷免的高雄市議員 黃捷也來參議咖 幫忙宣傳不是缺電 但就在晚上快8點的時候 哎呀!行政員自己做的圖 卻詮釋了什麼叫完美打臉 我們可以看到 行政員說當天備轉容量有達到10% 所以亮綠燈供電沒有問題 結果下一張 行政員為了強調我們綠燈發電比核能多 不惜洩漏了 其實發電量根本就不夠的事實 行政員列出來5月13號的最高發電量 是3630.2萬千瓦 再回頭看上一張 行政員說停電的前一天 也就是5月12號的最高用電量 是3666萬千瓦 這樣一比是不是就很明顯了 13號的發電量如果放在12號 完全不夠應付 除此之外 行政員的圖片中說 13號的備轉容量預估是10.01% 有367.3萬千瓦 用這個數字回推 當天政府所預估的最高用電量 應該是3669.3萬千瓦 等於當天的發電量本來就不夠用啊 這樣還能讓大家相信沒有缺電嗎 而這在事發之後 台電和經濟部的說法 是因為當天這起事故 損失了220萬千瓦的電 但明明行政員說 備轉容量有超過10% 而且預估是367.3萬千瓦 難道其他電廠的備轉容量 和平時一定會有的備用容量 都不夠拿來應急嗎 反而還讓全台各地停電了那麼久 而如果備轉容量超過10% 亮起綠燈 結果還是有停電危機 那這樣的燈號 還有參考的價值嗎 政府在事情發生後 馬上強調是因為故障 不是缺電 隔天經濟部長王美花 則改口坦稱有人為疏失 但至始至終 都沒有人出來解釋 當天發電量根本就不夠的問題 也沒有解釋 為何備轉容量和備用容量 都無法在當天發揮功能 口頭上說不是缺電 卻被自己做得吐打臉 這樣要人民怎麼信任政府的能源政策呢 再整理一次重點 513大停電之後 行政院做的圖明顯可以看到 5月13號當天最高的發電量 連5月12號的最高用電量都不到 但同於就算沒有這些意外 電也根本不夠用 政府說備轉容量達10% 但是卻不夠應付當天損失的220萬千瓦 等於備轉容量根本已經沒辦法 作為不缺電的根據 政府一再強調不缺電 但是從許多數字來看 都無法讓人民真的感到我們不缺電 政府應該提出不缺電的證據 而不是把不缺電當作口號 本集的時事燒焦鏡就到這邊 你認為我們台灣有沒有缺電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